这个菜呢 从菜苗圆买回来之后 这个土要把它洗掉 因为这个土不洗掉的话 它可能有带有它的细菌啊 每个步骤都要足够小心 才能种出消费者愿意买单 高品质商品 看他们先用吸水棉把根包起来 接着才将菜种在保利农方阁里 透过下方水池 让蔬菜好好生长 再用水池的水拿来养鱼 这项工作就叫鱼菜共生渔夫 让鱼菜共生行业已经崛起 有时候像我们在种一些其他的时候 因为它到最后会长得还蛮大的 像我们在种番茄的话 我们更可能就是 一个整个的保利农平面 我们可能只种一株两株 说着鱼菜共生细节 萧同学是参加了学校计划 来到淡水这间鱼菜共生园区帮忙 他说现在小学就在推行鱼菜共生 市场报告也显示 全球鱼菜共生市场 从2023到2030年 会以破10的复合年增长率成长 这门生意大有可为 因为消费者给我们反馈就是 我只要确保它是真的没有喷农药的 再花在更高一点的价格 它都是愿意接受的 他们就曾经尝试将鱼菜共生所养出蔬菜 打入高端族群 结果不同于传统市场 每把蔬菜卖25到35块 他们蔬菜售价足足多出一倍 还是受到喜爱 原因复杂 用图来看 所谓鱼菜共生必须养鱼 微生物会把鱼的排泄物分解成硝酸盐 而园区内蔬菜就能吸收硝酸盐 不必另外再加肥料 在蔬菜成功成长后 将自带净化水质效果 于是共用水分的鱼就能顺利成长 就先不谈这种栽培法用水量 只要现今浓鱼业的5%到10 同样很重要的是 只要有用农药种菜 鱼就会感受到并且死亡 因此鱼菜共生的鱼 会成为监督业者角色 所产出健康蔬菜 能让消费者很心安 我认为其实大概一年 一到两年的学习就可以了 这个行业就是 你只要肯学肯做 你需要找得到师傅带你 你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涂发状况 你是在书上学不到的东西 那只有长者告诉你说 这个可能是什么状况 然后你要怎么应对 不用证照 不用学历 萧同学说拥有必备能力后 月薪将可能达到4万块 因为前往场地购大地点 担任鱼菜共生渔夫 要是菜卖不完还能给鸡吃 鸡就能生蛋 蛋又能卖 目前国内真的有社区发展协会 在卖力推展 多的我们就用推车来 然后就从这边把它丢进去 那个鸡整个就 然后我们的蛋都是属于有机的 主要当然是期望有助于近年大议题 环境永续 不过刚好也能赚现金 过程中学到养鱼技巧 还能将养殖鱼业视为未来发展 虽然也有辛苦在 没有农药一不小心 虫就可能把菜吃完 供货不稳定 要跟客人好好谈 但正是靠着人情和肯学习 鱼菜共生渔夫已经走进大未来 八大新闻宁许定博士 撑布的 民生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生新闻的 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